腾冲的国伤墓园 收复腾冲之日 这座城市争争胜利 做出了贡献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名字 也没有办法去给他们扫墓 但是 接下来 战友被日军追击时 又从后方向日军开枪 帮战友解围 枪杀个人 手挽着手 互相搀扶着 不投降的民族气节 有一人撤退 他们的英勇战 纪念碑的前面 是十个纪念柱 代表着82名烈士 柱子上 刻着26个名字 其余56人 已经查不到名字和籍贯 只知道 每年清明 周边的人们 仍然会汇集到这里 向烈士 致敬 马本斗 八百七十多次 1944年 马本斋病逝 如今 马本斋的衣冠种 安放在陵园里 墓葬的前面 是他母亲 白文败的墓葬 马本斋是有名的孝子 1941年 日军抓走了白文败 用他来邀 并且企图让白文败 劝降马本斋 白文败 坚冠 中国 二十七天 以身殉国 柱德 背的背面 壮志 难移 汉回 各族 模范 大街 不死 母子 两代 英雄 现在您看到的是位于重庆市中心的人民解放纪念碑 1941年初建时 它是一个黑色木质结构建筑 高七丈七尺 暗含七七卢沟桥事变 抗战全面爆发的含义 它只剩一片弹坑 但一次次 解放碑所在区域 已经成为重庆人气最旺的商圈 见证着和平年代的繁荣和幸福